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底下一段也是两句 认恩推过 嫁后卖窝 太上所给我们举的这些例子 都是一切众生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知不觉 常常出饭 狗夫 是稍稍富有 并不是大夫 稍稍富有啊 就显得骄傲了 你是姓名 姓名 父子说 行极有耻 上一次也跟诸位提到 人不能不支持 不支持的人 永远不会上进 《离记》里面讲 林财勿苟苟得 林难勿苟明 这个就是 行极有耻的 具体现象 遇到 不仅是财富 功名利儒 都包括在其中 有得到的机会 要想一想 我应不应该得到 这个就是有耻 不应该得到 而得到了 甚至 不择手段 真是得到了 那更是无耻 到基础了 所以从前 行人君子 接触过 慎行良好的教育 纵然由基云 得大富大贵 他也能够在 一生当中 安平落到 将他的富贵 与社会 一切大众共享 在中国历史上 英光大使 最佩服的 范仲淹 这个人 是得大富大贵 他将他的富贵 施舍 给他的宗族 给他的灵力相当 给社会 一切大众 所以印族 十分赞叹 我们在文朝里头 常常看到他 老人家 他的家道 八百年不衰 范仲淹 八百年前的人 子子孙孙到现在 家庭都兴旺 子子孙孙 都能守住 祖宗的成规 林才无够得 林那无够远 无够迷 家庭教育好 所以古人将 对人 对四对五 恭敬 借解 这是复报的根 叫林 叫林 傲慢 是灾祸的根源 我们在生活当中 不知不觉 种下这些荷根 到古报现前的时候 不知道 凶灾 是从哪里来的 怨天 有人 罪上再加罪 这怎么得了呢 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与社会大众 共患难 绝不求性命 一定要帮助社会 帮助苦难的众生 度过灾难 我们看看 这诸佛菩萨 这是大慈 大慈大悲 你 为众生想 为社会安全想 为众生利益想 没有替自己想 社会 社会上多一个这样的人 这个社会安全 就多一份保障 所以富 我们希望富有 富有亏 有力量 不失 有能力 帮助别人 自己要借减 我自己 能够借减 一分 对社会 就能多帮助一分 我们借减 免分 对社会 就帮助 免分 长存 此心 无量的功德 那我们多浪费一分 众生的福利 就减少一分 我们把它浪费掉 不知不觉了 这造罪业 纵然 是我们本分 应当享受的 也不应该 我们看 世出世间 大慎大谢 佛陀 诸位都知道 佛会以二族尊 佛德是圆满的 圆满的佛德 他为我们所实现 还是惜福 还是结解 我们没有看到 一尊佛菩萨浪费过 诸节里面 引用 古人 厨师 待人 借物的 规范 我们要读读 要认真地学习 这个里面 所说的 全是 应援国报 存心 忍厚 待人厚道 都得福 稍稍 叫慢 轻视别人 都种下了 祸 你在得试的时候 别人不敢动 你在试试的时候 这些人报复就来了 忍辱 得罪 归于神 亦佛如是 我们修佛人都知道 自己 无量借来 运轻带住 很多 这些在我们周边 无形的一种压力 我们自己走运 期望的时候 他不敢动 他潜伏在那里 没有消失 等到我们的运 衰了的时候 他就来干扰了 特别 是在病重的时候 垂危的时候 我们在地藏经上读到 在这个时候 运行带住 多现前 善悟的业力 这个时候 通通都出现了 所以 凡夫 哪有不随意流转的道理 随意流转 非常可怕 底下连去 任恩推过 这个就是一般讲 冒功 好事 不是自己做的 自己要把它冒认 别人做的好事 居为己有 自己有过时 推给别人 嫁祸于人 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也常常见 德行的修养 一定要从童年开始 让它养成一个习惯 能够辨别 邪正是非 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 从童子 就开始 所以这个社会 能够长治久安 这个民族 能够绵延几千年 而不会被消灭 不会被淘汰 原因就在此地 可是今天 我们这个民族 遭遇到空前的危机 危机 不施列强欺负我们 这个不在乎 危机是 我们把祖宗 这个教诲 疏惑了 学习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 这个危机 会导致亡国灭种 亡国不怕 还会复兴 灭种就可怕了 所以夫子教学 第一个德行 有道理 我们再看看 古今中外 所有宗教教育 都是把德行摆在地 如根佛的教室 非常圆满 我们不能不知道 这个世界 古今中外 圣贤的教室 我们也要细心观察 也要彼此了解 要真正做到 知己知彼 你对于自己的文化 才真正产生了 信心 爱心 乐意 一教奉献 乐意 将它发扬 广大 利益 一切众生 佛家常讲 众生无必 十元多 我们对他轻施 原因就是了解的太少了 这个难怪 你没有学过 没有人教导你 没有人给你讲 自私之力 这个毅力 永远不能够放下 如何修学 成就自己的 德行 学问 也没有人教过你 现在要找到一个善知 教导你 几乎已经不可能 李老师从前教我们 说得非常坦白 真正学习的年龄 是二十岁以前的 那么我们要问一问 现在二十岁的这种青少年 谁肯听从善知识的教导 这个年龄 所以血气方刚 很不容易接受善道 人到四十岁的时候 虚然已经成了习惯了 很不容易改过了 纵然遇到善知识 我们知道 古今中外的善知识 自己都非常谦虚 我们在华言经上 看到五十三餐 你看每一个善知识 自己谦虚尊重别人 他们有智慧 有德行 有修养 有见识 看到你这个人可教 帮帮你的忙 不能教 那就慧能大师所说的 获掌令欢喜 过人造过人的夜阴 过人受过人的果报 祝佛菩萨有耐心 等你在夜报受尽了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 佛再来教你 所以这个期间呢 往往是经过多少大戒 这一生之中 给你种个善意 阿赖耶诗里头 给你种一个种子 这是佛菩萨 对的其中生了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古德告诉我们 这是善中之善 没有比这个更善的 这一生纵然不能得度 九云界之后 必定还是这个种子其先性 能成就自己的道业 但是要等待多久 那就很难讲了 如果在这一生要想得度 那信愿性必须要去除 可是我们仔细观察 仔细反省检点自己 信愿性三方面具不具足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也与造则 与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 练练练相应 行性相应 这一生决定得度 偶尽身就很难得度 但是 得人天佛报 是肯定的 真正一教修行 无量导致经讲得好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你菩提心没法 一向专念做到了 你得天人恭敬 得人天佛报 不能往生 往生主要记住 一定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真正觉悟 彻底觉悟 菩提心也发 太上感应篇里面 所讲的这些故事 都没有了 所以 这个小册子 对我们来说 非常有用 我们常常读诵 常常检点 如果还犯 这个里面的过时 自己立刻就要警觉到 我没有发菩提心 我修净土 没有菩提心 你看看 列代 祖师大德 告诉我们 不要说祖师大德 四十八院里头 就讲得很清楚 你的天人恭敬 你不能往生 换一句话说 你得人天佛报 脱离六道轮回 舍法界 做不到 所以我们有没有真正 发菩提心 可以从感应篇 这个里面的 善与物 善能够奉献 物能够改过 这样的人 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凡圣同志徒 决定有份 如果断华 如果断卧 修善 又能立一切相 念念不立 清静心 这个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约定在十报 专业图 所以经上讲 娑婆世界 修行一天 敌的极乐世界 修行一百年 你们想想看 这个话什么意思 细心想来 极乐世界修行 比这个 娑婆世界修行 比极乐世界还殊胜 问题就是 你会不会了 你要会 比极乐世界殊胜 不会 那就云云不如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 有进 无退 进步得非常缓慢 娑婆世界是 大进大退 会的人 大幅度的进步 不会的人 是大幅度的退传 这是大进大退 极乐世界是 有进 无退 但是很缓慢 我们明白这些道理 知道四世真相 要会 利用短短的机缘 要大幅度的进进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实力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实力 我们就讲到实力 贴 把 说明